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立色大传呢 它什么意思 它说当你这个须结束之后 你可以立色大传 你要知道 它挂子讲的时候 前面说征集 后面说立色大传 明明讲你正顾 稳住 吉祥 后面干嘛说立色大传呢 意思就是说 当你这个挂结束之后 你可以立色大传 是这个意思 古咒字用的非常的恶药 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加上一些时间上的联系词 就好像我先征集 以后我可以立色大传 这样就清楚了 那么颂话的话说什么呢 有凭证可信 自色而须警惕 为什么 跟别人打官司的时候 你再有诚信 别人不见得相信 第一个 为什么又提到有福 因为九二跟九五是羊瑶 羊瑶占据二跟五的位置 就代表什么 上下这个内心里面都很实在 代表有诚信 所以有诚信的解释 有两三种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二五都是羊瑶的话 就代表可靠 这人信 那为什么自色而须警惕呢 因为打官司嘛 谁相信你 你就算是真的很实在的话 既然打官司 别人就可以合理的怀疑嘛 说你这个不一定 我要采信啊 中极 中凶 中间极强 最后有凶祸 什么意思 中间极强代表 如果打官司打到一半停下来就凶强 可解了嘛 那中凶的话 就是你打到底的话就凶了 你虽然赢的话也照亮得罪人了 这叫做中极 中凶 中跟 中间跟结束 理解大人 事件让大人 为什么 打官司最需要有好的法官啊 法官如果不好的话 你打官司就是很无奈 这个三个不分 中间不变 到最后呢 变成是 这个好人受委屈了 所以打官司最好利解大人 就是一个好的法官 不理说大官 当然嘛 打官司你还去哪里的 你根本就是不能乱跑的 所以这里面就把那个送啊 稍微说了一下 为什么会有送呢 前面不是讲到虚吗 都饮食吗 你出现饮食的话 后面就有一些诊断 人的社会啊 一旦吃饱喝足啊 就开始分派气 我要跟你针这个 针那个 只要有任何官司出现的时候 像我看到很多美国影片啊 官司出现的时候 外面就很多人拿着牌子游行 一定分两组 绝不会全面倒着支持一边的 他一定是分两边 我支持这边 你支持那边 所以送挂后面就是师挂 军队 群众出来的 就这样接上去的 因为你诉讼之后一定有不同的群众 好 我们接着就要看一下这个 所以我们简单看一句啊 你看送挂的这个 挂字后面解读第一点 序话说 以时必有送 故受之以送 我刚刚讲过来 好 所以我们解释了之后就把后面的解读 都放在里面经常说明 你只要有多一吃 你就会有一些真诵 哎 这是我的果子 那是你的麦子 谁种的 为什么你拿我呢 这里面就有真诵了 我们看它的判转 一看也知道九五是这个主摇 因为上面立见大人 但是中间讲这个 我们还是看一下 上挂钢墙 下挂险恶 遇到险恶还戒行不已 上面是前挂刚强 底下是砍挂是险恶 就好像有一个人 外表刚强内心险恶 他非跟你打官司不可 他外面很强势 他如果弱势 他就不打官司了 内心险恶 不见得代表他是坏人 就内心里面 他这个是比较复杂 那么宋挂有凭乘可信 却自身而须警惕 至于中间吉祥 是因为刚要来到下挂 并居中卫 这是九二 所以刚来而得中 是九二 但是呢 最后有凶获 是因为珍重 不可能成就任何事 你说我不愿意和解 一定要跟你 等到最后 珍出一个分明 那就恐怕两败俱上 至于见到大人 是因为崇尚手中 而端正的品德 不是至于坐过大河 是因为本身陷于深渊之中 因为里面是一个坎 上面是一个前挂 所以前挂落到底下是坎 你不能够往前走 那么我们再看他的大象 像天与水为行 送君礼 做事谋死 天水送 天是在天上 水呢 在地上 这水不但在地上 还在流动 它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我水在流动 并且水是往地处流 这天跟水没什么好和解的 就两个碰到一起 那只好是 坎道扬镳 并且还要再 征送一下 他从这边来 那怎么办呢 君子就要 做事要在开始的时候 想清楚 比如说 避免征送的方法 就是开始的时候呢 就把事情想清楚 比如说两个要合作 先立个合约 而我自己常常说 很多人问我说 你怎么经常提到 你受骗的事情 我的毛病就是 我从来不跟人家 写详细的借条 本票保证的这些 我总觉得朋友借钱说 十万块好吧 他请你需要 什么时候还 三个月还 三个月还 就没写一个什么借据 又是本票的 三个月到了 跟他要 他说不太方便 他当然不太方便 因为你也不是那么非 跟他逼他 要再也不可 别人跟他要的话 他恐怕立刻还了 为什么 又有本票又有借据 马上密实通知的方法来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 你做事开始小心 所以我现在 做事开始从你小心 完全不谈钱的事情 是个麻烦 这是以前的教训的 所以你做事 谋死将来就没有问题 所以在伦语有一句话 孔子说的很对 人无远律 定有定优 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做事情 不做长远的考虑 你一定有眼前的忧患 因为你过去 没有长远考虑 现在就是你过去 没有考虑的结果 所以忧患就在眼前 那你一辈子都避免不了 这种困扰 好 那么我现在进入到 宋华的六摇的 我们看第一个 初六 不拥有所事 小有言终极 小有 不拥有所事 生意不可常业 虽小有言 即便明业 这边提到初六呢 不拥有所事 就是不要把事情做到地 永之永久 永恒 就是做到底的意思 不要把事情做到地 就小有责难最后吉祥 因为你在送挂里面 你如果初六 初六为什么可以 做到这一步呢 因为初六本身比较弱 阴遥在刚位 虽然这是刚位 但是我的阴阳 阴阳一协调就比较弱了 打官司一定要强势 打官司你一碰到弱的话 你就那我算了 我就退一步吧 退一步 就没事了 那么这边有小的责难呢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打官司当然有责难嘛 你怪我我怪你啊 这小的责难 这几乎是 我们就不用这么解释吧 别人怎么解释呢 我们昨天讲过 今天再这个 不行一下 如果你说天水送的 你说等一下这个 看卦 你再问初六 怎么办 初六你不过你他的话 就等于初六变成初九了 又变成一个对卦 这是 我说还可以 这就是这种解释的方法 就是你问这个谣 那你说他怎么回事呢 他就要跟他变了之后的 那个情况 要配合来看 因为一个谣有两个可能嘛 不是阴就是阳嘛 那我这边说 怎么小有言 那言怎么来的 因为一般讲言一定是对卦 开口说话嘛 对不对 那你这边哪里有对卦呢 哦原来我把那个初六变成初九 就变成底下这个对卦 这只是口 哎 来了 这样解释 同学们会觉得说 这到底哪一个是标准呢 说实在 没有什么标准 只有简单 简单都复杂的分别 这叫你找理由 你找理由 找多了之后发现 有好多卦都会用这种法子解释 再把这种解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你讲变谣的时候 就是你本身从阳变阴阴阴阳嘛 那变了之后跟你相对的那个 给你某种解释 这也合理啊 他看到未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边所做的理解 最后吉祥 因为初六 他本身啊 上面有九二可以靠 再往上有九四跟他正面 所以初六不会有什么大大问题 所以同学们有时候看吉祥凶的时候 你就看到自己的相关条件 他也没有正印 他也没有靠山 他也没有这个相关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这些 九二就麻烦了 我们一起念 九二不克颂 归而不 其一人三百户无审 但也不克颂 归不篡也 自下颂上 患自所也 不克颂这个克就是代表失败了 不克颂 代表我尊重失败了 回来躲避 打完人打输了 回来藏起来 其一人三百户无审 他采役了三百户人口没有灾害 这代表九二是什么 九二已经到了代夫的位置嘛 古代的代夫啊 最基本的就是有三百户 这些人归你管 因为你代夫总要有一些人 有个土地叫采役嘛 要不然怎么当代夫呢 当空的 所以呢 你家人不受干扰 所以如果你打官是碰到这个话 你就知道 第一个你一定输 第二个你家人还好 不会受干扰 说实在 我就有个朋友啊 他在 那个去年呢 有某些事情被告的 就在第二审 初审是判了刑 三年 第二审的时候呢 打官之前 一个星期他跑来找我 他说听说你会张卦 我们是 研究生同学 硕士生同学 他硕士班毕业的论文啊 还写易经的 但他过来他没有学到 这些张卦的 我到五十岁才学艺经 一开始就把张卦学了 我跟他说好吧 我教你怎么张卦嘛 我就按照这个方法 我就教这位同学 教他张卦 他就在前面张 他自己张啊 张卦就是送卦 你信不信 他脸色都变了 他就是问诉讼的第二份结果会怎么样 他就让他送卦 变成是站到九二 我说你 我说很抱歉 你这官司一定是输的 这边讲的不课 送三个证你还会赢吗 但是你家人不会受干扰 为什么需要家人呢 因为诉讼期间他的家人啊 帮他等于做伪证 做伪证 他如果一输的话 家人做伪证也是有罪 所以他就比他放心 说还好 因为法官都会体谅 你的孩子啊 为了你的安全 替你做伪证 也算情有可原啊 警告一下就好了 不要判刑了 就可能这种情况 但是他一直问我说 那能不能再站一次 我说再站一次 我说你选的 那怎么再站一次 你站了一次就是一次 你要再站一次 三个月之后再站 就说二审判有罪 最后再继续上诉 结果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他已经学会这个占卦 但他有个毛病 每次占了多少 都想重占一次 很抱歉 我说你这种心态啊 就学艺经呢 帮助不大 太主观了 你既然知道这个卦 不然就知道一定输 但是想办法和解 和解不了的话 就踩低之士嘛 至少他这边说 你至少家人没有什么灾难嘛 你要回来躲避啊 代表收敛一点 那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九二为什么要那么惨啊 你要注意看哦 在颂卦里面代表要真颂 那你九二跟九五是阳刚碰到阳刚啊 你九二怎么是九五对手 九五是机中前正啊 你九二虽然是中 你不够正啊 你本来是可以说你中正于正 你不劳真正了 既中且正 你就是输了 达官司就是一线之辙 有罪无罪 没有在中间 所以呢 这个底下的解释啊 说你这个灾难啊 是自己是找来的 换日夺也 夺这个是很有意思 我每次看到夺这个 就想到庄子里面的故事 庄子里面提到一段说 孔子带着学生穿过一片竹林 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年蝉 孔子就觉得很惊讶 因为这老人家年蝉的时候呢 速度之快啊 技术之好啊 好像在地上捡东西一样 我常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 在地上捡东西捡蝉 我们小时候年过蝉啊 再想一想 好多人才年一只啊 一天能够年个三五只就很开心了 结果看到庄子的故事啊 那老人家年蝉 一下就一麻蛋 他干嘛年那么多 因为古时候有人呢 他这个蝉可以卖啊 他是有什么叫做protein 叫做蛋白质 这个是有营养的可以卖的 所以老人家是年蝉当做他的职业的 孔子好学不倦啊 庄子里面经常描写这一点 立刻上前请教老人家 您年蝉技术那么好 有什么样的命绝吗 还是问命绝 老人家说 没什么命绝 不过呢 我经过五六个月的圈前 开始的时候在竹竿顶端放一颗弹珠 竹竿顶端那么细 晃来晃去 放一颗弹珠一定放得很厉害嘛 放一颗弹珠可以粘到蝉 弹珠拿掉之后呢 粘蝉就很容易了 放三颗弹珠还能粘到蝉 弹珠拿掉之后 粘蝉就十次九次可以粘中的 五颗弹珠放上去还可以粘到蝉 弹珠拿掉之后 粘蝉就跟你点东西一样 但他后面说的才精彩 他说天地这么大 我不会跟你交换蝉的翅膀 万物这么多 我只看到蝉 就说 所以孔子就立刻教学生 用之不分 乃靡于神 你只要用心专注 不要分心的话呢 表现的就跟神一样的 这么样巧妙 靡于神的靡就是仪式 好像是神一样这么巧妙 我们说鬼斧神功 在招人家很多这样的故事 换之夺野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 不要去怪别人 有时候是你自己 陷入这种情况 所以你自己去把它捡过来 这样的灾难 你怪谁呢 所以他前面为什么告诉我们 做事谋事 做任何自己 就是开始 要小心 神的后面呢 就能困扰 好 我们再看六三 六三十九德 真 令终极 获得王室 获得 像约 十九德 同上于也 六三是享受 祖先的于应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享受祖先的于应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比较困难的 困难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理解的话呢 就把它理解为 这个 再进一步的变化 我们这边只是说 六三是公亲的位置 他有这个 世袭的这种条件 就代表说 我的祖先 我可以接的位置 不像大夫啊 有时候要你努力 别人认命才可以的 所以这是一种解法 所以我是公亲嘛 所以我可以世袭 像在这个 当时都可以 有这样的观念的 我们先把它原文 一直说完 他说收入正雇 有危险最后吉祥 或者跟随君王做事 没有成就 因为在送话里面嘛 打官司的话呢 你六三还是跟初六一样 你稍微软一点 姿态低一点 我是应有在岗位 我就化解了这个什么 要跟别人打官司的意愿 所以六三的话就比较 这个有危险 那最后吉祥 或从王室 就是或者跟随君王做事 因为六三上面是上九 跟他正硬 他如果跟他的话 就等于跟君王做事 上面的前卦代表君王 或者跟他做事 但是你不会有什么成就 因为打官司 怎么会有什么成就呢 你在送卦里面 那么他说 享受祖先的预应 是因为跟随上位的 就位吉祥 就代表什么 代表服从九五 所以因为九五是主要 那六三服从九五 怎么说呢 我们说 这话怎么来了 我们讲过非复即变 但我们现在讲一个 复卦变卦 我们现在讲一个 不是变卦 是卦变 卦怎么变来的 一个卦怎么变来呢 像这卦你一看就知道 怎么变的 你就是你将来就会知道 现在还没学到 将来就会知道 他这个卦一定是 从这个卦变来的 一二三四 这就是消息卦之一 已经有十二个消息卦 什么叫消息卦呢 同性的摇 从下往上连在一起 跟一经摇 不交错的 就是消息卦 那这种卦一定只有十二个 你想也知道 因为你同性卦 在一起 不相交通的 那一定是从底下往上走 阴摇往上走六个 阳摇往上走六个 十二个 这十二个消息卦 这么代表十二个月 农历的十二个月 那这消息卦 它是作为什么用处呢 它用处之一 就是可以作为卦的变化 来加以理解 就这什么卦呢 这是天 这是天山 这是队 队就是说 我要跑了 我要跑了 为什么要跑呢 一经的这个摇 是由下往上走 由下往上走 你看就知道 这个阴摇很厉害 虽然上面四个阳摇 没用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由下往上走 它眼见着就会带来 现在两个阴摇 将来三个阴摇 将来四个阴摇 它上面阳摇越来越少 所以顿是指对阳摇来说 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准备逃了 准备走了 三二六七走回上车了 最重要是顿卦 那么顿卦的话 这是消息卦 那消息卦怎么变呢 你看 变的原则是变一次 变的话当然是这两个变 看到没有 这个到这儿来 这个到这儿来 就变成现在你们所看到的颂卦 变成颂卦 所以你要问说 它凭什么说实就得 就这么来的 过去的东西是这么来的 就这个字啊 就代表从这边来 代表 我本来是顿卦的六二 这边是颂卦 我们知道 顿卦的六二变成顿卦的六三 顿卦六二的时候 跟九五正一 叫做就得 看到没有 我在顿卦的时候 我是六二 我跟九五正一 好得很好 那我现在变成颂卦之后 六二变成六三了 颂卦形成了 两卦变成就以消息卦为主 但是也有几个卦 不是从消息卦来的 很少 大概只有三十个 话题叫做 六四卦里面有十二个消息卦 六四减十二 剩多少 剩五十二 这五十二个卦呢 大概有四个 是另外一套卦的变化 其他四十八个 都是按照消息卦才变 记得只能变一次 那你说 那这个 你说你看一个卦的时候 就先看几个羊几个阴 比如说 他是四个羊 两个阴 那么怎么变呢 变得一定是 那消息卦里面四个羊 两个阴变的嘛 消息卦就是 同性谣 从下往上连在一起 跟异性谣不交错的 就是消息卦 那这个怎么卦呢 这叫做雷 兼大壮 这大壮 所以这个正卦 这大的卦 这都是消息卦 就是十二个 我们后来就看到 那这十二条一号 画起来很整齐 很漂亮 那你就要把它背下来 就是它将来是解释 挂的变化 最准的参考 所以在这一来 大家就可以更清楚 知道 哦 原来这个旧 是这样来的 确实有旧德可实啊 好 我们再看九四 这几年 九四不克颂 不及命 于安生 即 那些 不及命 于安生 即不失也 九四尊重没有成功 九四又要尊重了 为什么 还记得吗 九二才尊重 因为它是羊瑶 九四也在尊重 因为它是羊瑶 更在尊重 更久五 那当然都不是对手嘛 但是九四还好 它一尊重没有成功嘛 反回到自己命令的角色 九四为什么可以 反回到自己命令的角色呢 那就要看 它是在互训里面 互训 大家看到了 六三九至九五 是一个训话 训代表风 风代表命令 那记得 这是 因为古时候的人 他君王发布命令的时候 就好像风行大地啊 我现在发布一个诏书 全国人都要知道 就好像风吹过大地一样 所以风也代表命令 并且风也有吹的声音嘛 呼呼的吹 好像在宣布什么 这个什么命令一样的啊 那这边 反回到自己命令的角色 这边为什么提到命 就因为互虚的关系 变得安于正故吉祥 九四也是 还可以安于正故吉祥 那么后面说 回到自己的命令的角色 变得安于正故吉祥 是因为没有失去身份 为什么说没有失去身份呢 就是后面提到这个了 九四跟九二主人相同 九四是诸侯 争不过天子 他跟初六正印 又不必新颂 所以争顺无成 所以九四有初六正印 这代表他还算是 没有失去身份 就是你要找他的优点 有没有正印啊 或是 有没有靠山那些 好 现在到了九五了 这个宋挂的左摇了 我们前面九五送原疾 下约送原疾 以中内缘 生日人经浪 居然第二个原疾在这里出现 在宋挂出现 你说打官司怎么会有原疾呢 别忘记哦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或者人类活在世界上 一般来说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仁爱 第二个是正义 什么叫仁爱呢 就是你要拼经济啊 让我活得下去叫仁爱 所以当政治领导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经济搞好 让老板就说活得下去 这样就是让你活下去就是仁爱了 但是人类作为人啊 光活下去不够 为什么 他还需要正义 你光让我活着 但是活得不痛快 因为善无善报恶无恶报 所以需要谁啊 需要有一个九五 九五地中且正 再把这个人公正言明啊 他可以来审判善恶 让人心都可以得到一种平和 所以仁爱跟正义呢 后面的正义啊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边就会提到说 九五送原疾 有在九五这个谣里面呢 碰到送挂 他的原疾啊 上上大疾啊 就因为人的社会不可能没有输送 各位想想看 从小道路边吵架 停车啊 这些啊 到这个真的打官司 人遗产之类都有的 那你说你可能没有输送吗 你如果没有输送的话 好人一定被欺负 凶的人什么都拿了 那好人通通退让 那世界就是一点都 都不公平也不快乐嘛 所以他这个送挂原疾在这儿 好看看怎么结束 诉讼结束的时候 就分出胜负了 我们前面 上九 或四字盘败 中高三十字 向约 以圣受福 避不足并言 上九是怎么样 代表打官司打完了 打赢了 也许受赐官福大败 但是一天之内被剥夺三次 因为真正生活而获得官福 也就不值得尊敬了 打官司打赢了 也不值得尊敬 因为你伤了感情 打官司很伤这个感情的 那好 他这边在说什么 他这边说 受赐官福大败 因为 还记得我们讲一伤吗 钱挂是一 坤挂是三 官福大败就在这些 上挂是钱挂嘛 你知道上九是好完成了 上面那个钱挂 你是可以穿上正正的衣服了 代表什么 打官司打完之后 我赢了 我的衣服向着出现了 受赐官福大败 是从这边来的 第二个 为什么一天之内三次被剥夺呢 是因为 这个一天 中招一天 剥夺是因为这边有钱是白手 上面那个钱挂是白天 一天之内 三个洋药是三次 从这边来理解 被剥夺三次 其实古人讲三次 不一定是我们所说一二三的 三代表多数了 就是说你打官司打赢的时候呢 别人给你好的赏识 说你打赢了 但是也会被剥夺三次 为什么 也就是代表没有安全感 我打赢的时候 别人在上书呢 别人在继续纠缠不心怎么办呢 所以这边讲 打官司打赢的话 也不见得是 值得我们去开心的事情 官司最好是不要开始 那么 所以这是上九 结束了 这上九已经准备离场了 这是上九比四五来自一边的 所以说你这样还有一点 部分都没什么 我觉得,这边有那么多 我们过来 那边的 以前是与我们来说 基督 刚刚